然后那个猪奥的时候 我打电话回去 然后看着家人在那边很开心吃饭 然后关心我 也不敢跟他们分享我没有钱吃饭 我这样想要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真的觉得我超级喜欢这里的 真的 我觉得我自己非常非常适合这里的 我觉得我来台湾我选择台湾是对的 哈喽大家好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 那我是小杨来自越南的海洋省 我目前来台湾八年了 那当时来台湾是以留学的这边来台湾 那躲完大学四年之后 我在台湾继续工作了两年 后来就嫁给家家的老公 为什么八年前不在越南读大学啊? 我那时候高中毕业后 当时的越南就是八年前 还没开始发展 所以那时候 读完大学啊 你是真的很难很难找工作 在我身边甚至是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案例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爸妈也很不希望我会这样子的嘛 所以那时候我高中毕业后 我妈就跟我说 还是我不要在越南读大学了 也不是问我 他是决定不给我读大学 因为我们在越南读大学是一定要靠爸妈去养我们 给我们钱读大学 怪我哪有钱 不像在台湾可以自己打工赚钱 因为那时候没有工作机会可以找啊 所以我妈那时候说不给我读大学 我说我就只能很难过 然后有大学家还跟他闹 他不给我读大学 然后就对啊 就这样子的 就没有读大学了 然后在这边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那时候我妈妈绝对没有给我读大学之后啊 他本来是要让我透渡去大陆工作的 那为什么会选择透渡这个方式呢 其实那时候的越南透渡讲实话还蛮流行的 而且去大陆也非常简单 因为从越南去大陆 你不用大飞机 你不用坐船 你都也可以就以评论也可以过去了嘛 我们那时候也有个亲戚在大陆已经偷渡过 然后在大陆工作 一个月穿了2万多的薪水 所以我们那时候会觉得 哇2万多薪水很多欸 然后我妈当然她的心里也是希望我会有一个好的生活 以后的工作可以穿多点钱 不然在那边太苦了嘛 所以我妈就跟我说跟着他们偷渡去大陆工作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太年轻了 我的未来是真的让他们决定 他们想什么我就照着做就好了 我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 那他们说去透渡 我说好 甚至我也说好欸 因为我们那时候眼里好像是只有能赚钱就好 对啊 他们会听到能赚很多钱就愿意去 可是在我要准备透渡的前几个小时 妈妈决定不给我去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一个亲戚打来跟我妈说 一直念她 一直讲人话一直骂她 说为什么她们那么忍性 自己的女儿 就让自己的女儿去透渡 这个方式是真的很危险 如果我又语言不会 那如果我到那边的时候 我发生什么事情要怎么办 对我来说完全没有什么保证啊 如果我有生命危险 也没有人要帮忙处理啊 而且家人也没在啊 我妈听到那时候 她好像也回想这件事情 所以就决定不给我去透渡了 对 然后就是因为没有去透渡 所以我后来就有机会来台湾台湾了 为什么选择台湾啊 因为当我没有去透渡了 那也刚好我有一个经纪在台湾读大学 她刚好回越南 那我妈才知道她在台湾可以边读书 边工作赚钱 所以妈妈说 诶这个也很不错诶 然后她就跟我说 好那就给我去台湾留学 可是这个比较好一点 妈妈有问我什么意见 甚至妈妈有问我的意见 说要我要去台湾读书 然后说 然后当然 我说好啊 难得的机会 妈妈出钱给我去留学 当然我说好 那时候超级超级开心 因为终于终于能离开乡下了 怎么会有勇气一个人来台湾啊 其实这个问题很多很多人问我 真的 当时来台湾的时候 然后好多好多身边的朋友一直问我说 小杨你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来到台湾啊 其实因为这样啦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乡下的人嘛 那以前在乡下生活很辛苦 呃 讲实话是 穷 对 那因为在穷的地方生活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很想有一个机会 能跨出去那个地方 去寻找比较好的生活 所以后来我能有选择来台湾读书的这个机会 我当然就把握啊 所以我就很想要很想要这个机会 然后我就决定 就是我当时是马上决定来台湾读书了 你会想家吗 嗯 我会想家吗 其实 好 每个人 离开家里的时候 一定都会想家的 加个 就很想实话 我自己也是 呃 可是我在台湾 比较 然后长时间之后 我就慢慢的习惯了 但是 在我最最想家的时候 就是我第一次在台湾过过年的时候 为什么那时候那么想家了 是因为那时候我身上完全没有钱吃饭 我记得那时候是做饿 那时候我身上只有25块台币而已 完全没有钱了 因为大家也知道 过年之后就开始 我们刚刚喊家之后就开始 呃 哦 想要这个好难过 我真的好难过 突然想要那个 喊这件事情很少 让别人喷笑 那时候我就 只有身上只有25块台币 然后 喊喊家之后 我们要准备 呃 缴学费嘛 然后 我之前要串来的钱缴学费 我就要省下来 因为如果没有省下来的话 我就没有把奖学费了嘛 然后所以 我不能多那个钱 嗯 然后就没有钱啊 剩25块而已 然后那个猪二的时候 我打电话回去 然后看着家人 在那边很开心吃饭 然后关心我 也不敢跟他们分享 我没有钱吃饭 我记得那时候25块台币 我是在外面吃了一碗 嗯 面辛苦 对 我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现在那个味道 我真的还记得 其实很多 来台湾读书的 留学生 都是这样吃的 来台湾读书 只是 是一个给我们 一个机会 一个好机会 但是 不是我们来台湾读书 就是这样有钱 能给我们读书 而是我们要自己 去撑取这个机会 我们要自己努力 自己赚钱 自己养活之奇的 然后 嗯 过了那天之后 然后我突然发现 然后突然发现 好像我的那个油渠 准色有一件块 因为当初如果 我们要去搬 那个油渠 对不对 油渠账号 一定要准一件块进去 所以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然后 那天 隔一天的时候 我想到这件事情 我就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 哦我终于又有钱吃的饭了 我能度过 那个寒假了 因为度过那个寒假之后 我就又可以去打工 然后又有钱 然后又有薪水了嘛 所以就可以活下去 那种感觉 对 对那也是就是我 最想假最想假之后 好 我觉得我要算微生吃 哈哈 微生吃 然后 我会问一下 你们越南读大学 没有所谓的就是 叫做 助学贷款吗 以前的话没有 现在讲话好像 听说是有了 那可是我们以前的话 学贷那个部分是真的没有 要读大学的话是真的 一定 要靠知情 有些家庭这个呢 是要卖家里所有财产 卖掉啊 或是借钱跟小孩去堵树的 就是很常见 如果像你这样讲的情况 那真的只有有钱人 读得起大学 那真的没有钱的人 没有 先不管会不会读书 但是没有钱读大学 就什么都没了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 一般的家庭也可以 读大学 他们也会读大学的 就是看父母 就是靠父母了 父母就是 有很多家庭就是 小孩读完大学之后 一对负债 真的会 就这样 就这样子 这样子的家庭很多 超级多的 那你对台湾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台湾的第一印象 我想一下 有点久了 台湾第一印象 对了 我那时候 来台湾的时候 真的觉得台湾人讲话 太小声了 真的喔 因为我们 大家如果有去越南生活 大家应该也知道 在越南 我们讲话都比较 可能说比较大声一点吗 就是 大家都巴拉巴拉 哈哈哈哈那种的 可是来台湾的时候 大家就很礼貌很礼貌 然后跟你问道 然后讲话很 很小声很小声啊 对 就是那个印象 还有就是 我那时候刚来台湾 有点吓到 就是台湾人 很多人就是很大 很大 讲的话就比较胖一点点 比我们越南人是真的 比例差很多欸 但是真的好多 人好大支喔 怎么可以那么大 这种的 对这个也是 有点 那时候的印象就是这样子的 你觉得你来台湾的选择 是正确的吗 你有后悔过吗 当然是正确的 哈哈哈哈 我家台湾 我第一次来到 我家台湾的时候 我家台湾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真的全途 我超级喜欢这里的 真的 我觉得我自己 非常非常适合这里的 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来台湾 我选择台湾是对的 因为来台湾的时候 我遇到了很多贵人 欸 朋友啊 很多收费啊 伤的一些朋友 在学校的朋友 然后特别是仙餐的家庭 对 所以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后悔欸 好像说 他真的 我觉得很感谢我爸妈 当时 就是 就是 决定不给我去偷渡 然后让我来台湾 他 让我仙餐 有仙餐的生活 然后还有 有仙餐的家庭 特别的是还有 呃 现在的观众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关心我 对 如果偷渡去的话 就不能歐名正大的拍影片了 好像是欸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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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